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在排队吗 根据英国某机构的数据统计 人的一生中有6个月的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上 其中又以超商结帐 排队时间占比最高 因此衍生出自助结帐的设备 然而自助结帐机器的操作画面翻杂 总让人烦恼的不要不要 这也是作者我本身一直在日本各个机场看到 观光客宁可耗费大量的时间排队人工结帐 也不愿使用自助结帐机 未来要来日本的观光客 或是刚来日本的留学生有福了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就再也不用排队咯 接下来就是要告诉大家 全家便利商店各种快速自助结帐的组合 以及最后会推荐一个结帐神器给各位 自助结帐操作之前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的支付方式应该是全世界最多元的 小码支付高达12种以上 交通卡与其他电子支付更高达18种 最基本的信用卡就不用说了 也因为操作画面完全没有英文或中文可以切换使用 先在这边给各位快速建立四个操作步骤流程与概念 第一步是否持有点数卡 若有则选择点数卡类型 第三步刷商品的二维条码就是8口 第四选择付款方式 若没有点数卡则可以直接进行第三步 首先就是最常见的纯交通卡支付 右下角的选项就是不使用点数卡 直接刷商品二维条码 选择绿色的按钮进入付款画面 选择交通卡支付钮 改印卡片即完成结帐 第二种结帐方式也是不使用点数卡 要使用名为ID的电子支付卡来进行结帐 第三种就是不使用点数卡 搭配信用卡的结帐方式 这里是信用卡结帐的点选按钮 信用卡与交通卡或是电子支付卡不同的地方 是采用插入式设计 等等等等 好戏还在后头哦 以上结帐方式是没有使用点数卡为前提 搭配三大类型的支付方法 接下来第四种示范 有点数卡搭配交通卡的支付方式 选择左下角的按钮 这次我使用的点数类型为乐天点数卡 点数卡刷条码的地方跟商品刷条码的位置相同 选择绿色的按钮进入付款画面 交通卡支付的选择钮跟之前相同 听到这边大家一定一头五的 让我用个简单的表整理 横轴代表三种付款类型 而纵轴代表有五点数卡 刚刚影片说明的四种组合方法与时间序列都整理在表单中 第五种与第六种组合就省略不赘述咯 总结来说 来日本的观光课 我推荐单独使用交通卡结帐的方式 而刚来日本留学或是中短期滞留的人 我推荐使用交通卡搭配乐天点数卡的组合 由于本次是以结帐效率为考量 条码支付往往都需要通顺的网路 因此不在我这次推荐的项目中 最后片头一直提到的结帐神器 就是最新的乐天信用卡 先说我真的不是要来推销信用卡的 这张卡之所以强大 是汇集了四个功能于一身 除了信用卡功能外 还兼具名为EDY的电子支付功能 此外 乐天的点数卡功能也设置于卡的背面 直接扣点数感应卡片消费的功能也包含在其中 所以作者实心认为办了这张卡 前面不论几种结帐方式都是一张卡解决 效率快又方便 适合长期居住在日本的人 详细申请办法 请参考说明欄官方连结 专属你的快速自助结帐方法 你会了吗?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小叮当也别忘了 以及点赞我的粉丝团 追踪我的IG与Twitter 就不会错过日本有趣的新鲜事物啦 我们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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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